最後跟各位上一次一些小東西 其實以前有提到過擴散 然後擴散是會跟溫度有關係的 如果溫度越高的時候 擴散的速度就會越快 就會越容易擴散 因為溫度越高 它分子的運動就會越快 所以向外跑的會越快 然後我跟你講過了 有一些專家跟你挑剔 什麼叫擴散 什麼叫不叫擴散 我們就不管它了 就是按照平常的說法 感覺就這樣就夠了 OK 好温度升高擴散會變快 再來就是我們說過 發生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所以要吸熱跟放熱 物理變化的吸熱放熱比較簡單 融化要吸熱 凝固要放熱 然後再來就是化學變化的 有一些化學變化要吸熱 一些化學變化要放熱 那麼我們說過了 在國中階段我們所謂的吸熱 指的是吸收能量 吸收光我們也叫做吸熱 吸收電我們也叫做吸熱 所以吸收能量就叫做吸熱 放出能量就叫做放熱 因此 電解電鍍電鍊都要通電 所以它們叫吸收電 所以要吸熱 光合作用要吸收光 所以叫做吸熱 碳酸鈣 碳酸氫鈦氧氧化孔 這我們都教過了 它受熱之後會分解 吸收熱量之後分解 所以它是吸熱 所以它是吸熱 然後加熱去結晶水 我們有教過兩個 你還記得哪兩個嗎 都是要檢驗水的東西 一個應該至少一個應該記得吧 綠化雅菇 另外一個應該也會叫做硫酸鈍 綠化雅菇有水硫酸鈍粉紅色 烤一烤把水拿掉 變成無水硫酸鈍 這個要烤一烤要吸收熱 烤一烤要吸收熱 還有一個是硫酸鈍 有水硫酸鈍是藍色 烤一烤變成白色 習慣上 晶體叫做有水的 粉末叫做無水的 所以硫酸藍色硫酸鈍晶體 白色硫酸粉末 這都叫做吸熱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 幾乎全部都是放熱 所以你不用特別背誰放熱 你就把吸熱背起來就好了 你就背下來 你記過的吸熱反應 其他全部都是放熱反應 尿素 這是我們未來要教的 尿素甲醛素質的聚合 尿素跟甲醛 聚合變成尿素甲醛素質 這個本身叫做吸熱反應 可是這個實驗做完的時候 以前有做現在沒有做 因為它用濃硫酸 所以現在不讓你們做了 做完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室管是燙的 是放熱的 為什麼 因為濃硫酸脫水 濃硫酸吸水放熱 所以它是吸熱反應 可是你做實驗的時候 覺得它在放熱 那個放熱是來自於濃硫酸 脫水的關係 這我們下學期會再跟你說 那其他的都是放熱 你不用背 反正你沒有背過通通放熱就對了 你沒有背過就放熱就對了 我們燃燒爆炸 這個也是放熱 這個也是放熱 然後其他的 比如說 氫氧化氧氧磅水 新加硫酸酸 產生酮加硫酸 都是放熱 反正那一句啦 你就把吸熱背起來 沒背過通通都是放熱 因為吸熱比較少 放熱比較多 我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有交的吸放熱反應 OK嗎 OK 提起的课堂练习